三民主力不当所终 世上最大国旗由CH-47运输直升机吊挂 从空中缓缓飘扬通过总统府上空 子儿多诗 就在总统府前领唱国歌 国民女婿机关署副署长罗一军 国民女友东京奥运跆拳道铜牌得主罗嘉玲等人 一起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现在呈现京城团结队形 象征国军齐心抗议 努力同心面对挑战 并向守护台湾的防疫英雄致敬 步伐一致动作整齐划一 347名三军乐仪队 优扬的音乐回荡在总统府前 郭姓纯听到大家的尖叫声 还有我们的安马王子 李志凯请大家持续欢呼鼓掌 衣挥手跟总统官员以及民众问号 举重女神郭姓纯罗嘉玲还有奥运 帕运英雄车队缓缓进场 踩基本队形准备通过管理台前方上空 向各位长官来宾致意 各式战机通讯车 空中陆地大秀肌肉 展现中华民国军事实力 而这次由于防疫的关系 仅开放300名民众入场 网路预约报名也要抽到的民众 大呼好幸运 应该非常高兴 非常兴奋 第一次生平第一次有这个机会 参加国庆典礼很高兴 家里四个人都有报名 两个大概就是4000多个 然后中300个 有有有 所以就是因为幸运所以才会来 这次国庆大典亮点满满 开场更先有连线的方式 由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在101大楼91楼观景台 演出未活动暖场 各项表演惊喜满点 就算疫情冲击 不能到现场看表演 照样让电视机前的民众 轻一声的喜悦不打折 环宇新闻 张家宝 杨纸玉台北报导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 周六 晚间九点 我在环宇全世界 2.0 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环宇新闻台 MING PAO CANADA